现在要教你的是如何做设定变更 既然收到以后 变压器也插好了以后 插上我们家用电 拿出钥匙 短的这一支是设定钥匙 长的这一支是门把钥匙 打开机门 这一台咒院的设定按钮跟设定钥匙孔 是在滚轮的左上方 插入设定钥匙 直入插入向右旋转 就会变得横的 这个是段数 通常1是最硬 比较不好开 设定6是高设定 这边是设定按钮 这边是设定的段数 接下来做关机的情况下 开机 钥匙已经转好了 所以呢 我会看到这里设定 会出现6 螢幕外面会出现设定变更钟 这时候呢 按这个设定按钮 选择你要的段数 假设你要高设定好了 我们就设定6好了 不要让你看 设定完了以后呢 外面这支摇杆 往下打三下 1 2 3 就设定完成了 钥匙 打开就可以了 钥匙要记得拔出来 如果这时候你们关起来 钥匙在里面关起来的话 钥匙拿不到 很麻烦 关上门 钥匙向左转 就能排除这一个门打开的按钮 这样就OK了 设定变更完成 这就是整个设定的流程 好的 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